今天是 將捆成捲的扇魚放進油鍋 接著撈起切拌 再度丟進油炸 炸到外皮酥脆 起鍋後搭配小黃瓜 還有梅乃滋等優雅擺盤 讓暗黑的扇魚料理 立刻大變身 完全沒有覺得說 好像過乾 或是說 因為油炸的關係 讓魚肉不好吃 它真的是 不想講老話 但真的是外酥內嫩 它的扇魚影面 還是有滑油一點點水分 但是還是不夠濕潤 因為它剛剛這炸 它加了很多的改蘭油進去 所以增加它滑蒜的感覺 然後搭配上 它又有一點微酸 其實這樣子更好吃 亞洲廚神王凱傑示範 美乃滋搭配破骨子跟菜心 中西結合獨門蘸醬的調配 讓這一道扇魚料理更加分 想挑戰來自小時候的回憶 小時候媽媽 媽媽那邊原來是上海人 所以我記得我們從波斯坦開車 開了五個半小時 開到紐約城 媽媽就是要吃一家是上海菜 然後他們有 扇魚炒酒黃 把記憶變成創意 亞洲廚神王凱傑 當年曾經以一碗台式的 蛤蜊湯敬驗國際 我愛你 王凱傑2017年參加美國廚藝的選秀節目 廚神當道的美國版 成功征服了所有廚師的味蕾 好吃到更讓地獄廚神高登忍不住飆了髒話 這回特別公開了蛤蜊湯好吃的秘訣 我們把蛤蜊煮下去 九層塔 蔥跟薑以及柴魚片 煮出的蛤蜊的鮮甜味 鏡頭前大方公開獨門配方 創意料理都讓粉絲很驚豔 三次新聞楊玉欣 邱小倩 台北報導